想問什麼? 有一篇私觀點就是 題目是科技進步是如何得來的 內容是關於中美貿易談判 美國更加關注的是 確保美國的知識產權是不會被侵犯 Joy的質疑是 如果照你這樣說 偷竊是一個很正確的行為 反對偷竊才不應該? 我其實的篇文都有寫 普羅米修斯是偷天火落人間 受到上天的懲罰 為何他還要偷天火落人間 就是讓人世間可以有火這種存在 因為火替人帶來很多好處 所以讓知識能夠被眾人所享用 其實是一個正義勇敢的行為 現在很多為民請命的人都在爭取 讓藥行可以把藥的知識產權 做一些解封 例如非洲有很多愛知病人 如果有愛知病的藥 其實生產可能不太貴 只不過是產權保障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為民請命一種方法 不應該純粹看成偷竊是合法的 不過我也同意 因為有些創造是需要投資 對投資者有一定的保障 才可以鼓勵到人去創新發明 但是兩者是需要有一個平衡 那現在究竟平不平衡呢 現在都有一些專利權 都是有時限的時限到了要開放 只不過你們應該是什麼時候開放 就不是等於要求把知識產權 給多些人享用 就等於偷竊 我自己就傾向學高坤 發明了光纖 又讓世人一齊用 有網民說 你這樣說是不是歪理呢 是否美化小偷 我是為多數未有機會享受人類進步的人 爭取一些權益 又有一個網民說 施先生你講得這麼坦白 是否洩漏了國家機密 會不會有呢 我就不知道哪些是國家機密 我就按照我看到的東西去說 有網民說 歐美這些國家發展5G可能比較慢 於是就這樣打壓中國對5G的發展 但這些就是屬於民主自由嗎 我對5G其實所知有限 但是我看到的情況很明顯 美國在做功夫 叫他的盟友都不要用5G 叫人不要用華為的5G 叫其他國家做 如果他拿出真憑實據 做這件事 的確是會影響一些保安的問題 其實他將證據拿出來 其他國家自然就會不用 現在似乎他用政治壓力 多於拿出真憑實據 還有一位網民 就是你留了8隻字 就是說你擦鞋、擦鞋、擦鞋和擦鞋 你又怎麼看呢 為什麼你這樣說 會被人說你擦鞋 他想我擦鞋嗎 我就不需要擦鞋 我自己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亦都不需要依靠什麼勢力去幫我 但是我會有自己的觀點 我對我自己的觀點 亦會有自己的堅持 你不合聽就說擦鞋 這個太簡單了 純粹安的罪狀給我 對攻擊我是毫無堅持的 你不會只說擦鞋 擦鞋就會達到你攻擊我的目的 認同我的人 照樣認同不認同的人 我希望我的文章做到的功能就是 不認同我的人 都忍不住要看他 或者有部分不認同的人 心裏面開始有一個疑問 咦 是不是他說的也有些道理呢 如果我的文章達到這個效果 那就成功了 你只說我擦鞋擦鞋 會不會破壞到我這個成效呢 我認為不會的 所以你罵到夠 只是顯示你罵人的技術低劣 啊 不可敬 我為你們做得到某些 我看我的話 我找到某些個 人在做某些地方 我發出了